大家好 现在正是加州这样9区以上的地区 种植秋菜的时候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新发现 对我们秋冬季种菜会有帮助 我在8月20号播种了耐热的油菜 也叫青江菜或者上海青 油菜我们可以选择耐热的品种可以早种 因为温度相对高 油菜长得很快 一个月就长很大 可以采收了 但是很快就发现叶子这样了 抓到很多隐藏在叶子里的青丛 同时我发现靠近香菜的油菜 叶子是完整的 没有青丛吃 离香菜远的叶子都被吃了 是香菜的功劳 香菜特殊的味道驱赶了青丛 种植蔬菜有尖种和半生种植的说法 看来香菜可以和油菜 菠菜生菜 这样容易招害虫的蔬菜一起半生种植 能驱赶害虫 随后我查了一些资料 有一些植物有去虫的效果 我们可以在种植时采用半生种植的方式 来减少虫害 半生种植就是将不同种类的植物一起种植 它们通过相互作用 有助于彼此的生长 比如驱虫 改善土壤的养分 或者是提供一些物理支持 重点在于利用植物之间的互助的关系 来提高生产力 或者是防虫害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驱虫 利用一些蔬菜特有的味道 帮助一些没有味道的蔬菜 驱赶害虫 在加州秋冬季种菜最大的烦恼就是虫害 我总结了一些油特殊气味 可以一定程度上驱虫的蔬菜 我们可以在种植时和容易生虫害的蔬菜一起半生种植 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虫害 在秋冬季种植的可以驱虫的蔬菜有 洋葱、大蒜、香菜、铜蒿、芹菜、茴香 洋葱和大蒜的气味能够驱赶多种害虫 包括牙虫、红蜘蛛和胡萝卜营等 它可以和萝卜、胡萝卜兼种 香菜已经看出效果了 对青虫是有作用的 像油菜、生菜、菠菜 可以和香菜一起种起到驱虫的作用 铜蒿本身没有特别强的驱虫能力 但它含有特殊的气味 通常不容易受到害虫的侵袭 我们也可以和它一起种植 一定程度上减少虫害 我刚刚种上一些绿叶菜 就是铜蒿两行、油菜两行这样挨着种的 现在刚刚发芽 等长大了看效果 芹菜和胡萝卜可以半生种植 芹菜可以帮助胡萝卜减少芽丛和胡萝卜营 茴香的驱虫作用比较好 可以驱赶芽丛 还可以防止蜗牛和鼻涕丛 还能吸引瓢丛 但是种茴香要注意 茴香的根部会分泌某些化学物质 会影响豆类和一些陕形科植物 比如胡萝卜、芹菜对它们的生长有影响 所以茴香最好是单独种植在菜园的边缘 来发挥它的驱从的作用 这样就不会影响其它蔬菜的生长 另外我们可以菜园中种一些香草植物 比如薄荷、迷迭香和树尾草 它们也都可以帮助驱从 其中薄荷最好是种在花盆里 薄荷的根系很强大 具有侵略性 以前种菜我都是每种蔬菜 一块一块的区分开 现在我要尝试着间隔种植来避免病从害了 是否有效 后续我会和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